我们这个课程里面安排参观过之后 个人觉得说 在我们这个目前社会快速变迁的这个社会里面 一个拖延了数十年的一个问题 如果现在要解决的时候 单一的从法律层面来解决的话 那么就可能太粗糙 不符合社会的期望 目前来讲看来好像都偏重于法律层面 跟这个所谓的商业价值 那如果能够也兼顾到一些环境的因素 这个城市的历史记忆的话 那可能的多元的解决方案的话 那当然就应该比较 身材加上一些社会层面 对社会弱势的一些救助的考量 那么可能就会比较能够符合多数人 对于我们的期待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谢谢 好 还有没有 我来讲 不好意思 老师 我有一点想法 那个 我小时候啊 我们是从法律来的 然后我们就住在临家花园里面 对 没有本家商店的名字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 我是在临家花园出生的 好的 嗯 然后出生了以后 然后呢 他后来不是要收回去了吗 那我们家是所有人里面第一家离开的 我们离开的时候也没有拿他的钱 我们就搬出来了 那后来过了好几年 我回去他们还在里面 那到底后来怎么样 不太清楚 我说的是我十岁的事情 五十年前的事 我想说的就是说 我们那时候是有这样的事情 他说要收回了 那我们就离开 那我知道我们离开了好多年 我回去看那些邻居 因为我在那儿成了小长长 那他们还在那 那后来到底怎么样再出来 听说就是有些搬迁费啊 无常费啊什么东西的 那这我就不知道了 然后呢 我们那天去参访的时候 有一家正好他们在拆房子 很很很忙碌 然后我看到他们的树 已经被那个剪 已经被砍得面目全非了 只剩下树干了 然后那 我们之前先去参访 那结果他们就在那 深色俊下的在那讲说 他们几十年来 政府就跟他们说 有一块地要让他们安置 本来这块地 然后又说哪一块地 然后又觉得好像滑不来 又没有给他们 然后就他们的感觉 他们说你早告诉我们没有 我们就自己去自行处理了 就搞到现在 现在房地产都涨下来了 我们根本 我们那点钱根本就买不起 所以给我的感觉 好像他们觉得 政府付了他 你要吗 你一开始就没有 但是问题是 好像在台湾的社会里面 你站了一个地方 我只是 我对法律不是很熟的 我只是好像有这样印象 你在那个地方 这个地你站 你走了 就变成继承向道了 这个地就不是你的了 还有就是说 你这个地方住了多久以后 好像你就有一点权力 人家要你 就你站的那个地方 然后人家要你走 就好像 我说的是以前的一个印象 所以也是 以前戒严时代的时候 就是这样处理的 那个政府没有说 就叫你走 他总是有一个方法 让他们走的时候 不会是光溜溜的走 现在的感觉好像 不但不能光溜溜的走 还要他们自己拆屋 自己拆树 我心里的感觉是非常难过的 因为你想想看 你自己种的树 种了几十年 你自己要把它砍掉 把房子要自己去拆掉 所以我们听到说 有一家人在拆的时候 他就受不了心脏 负荷不了就过世 所以感觉上这个法律 是不是有变动过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我在台中那边知道 有一个房子 是那个 不知道是哪一个人 我忘记他的名字 就是 他跟政府贷款 然后盖了房子 然后后来他没有缴税 然后后来他就跑了 就跑到大陆去 什么是豪 什么豪 陈是豪 然后呢 今年是 陈优豪 对 那听说 冬季市 对 冬季市 就是他 听说 15年过了 政府就 那个 他 对对对 就是这个东西 就你15年以后 你 你欠了多少亿的这个钱 都没有了 他就可以 他本来是经济战犯嘛 那他就可以回来 然后也不需要再缴钱了 所以这给我的感觉 好像 商号好像有点怪怪 他们在这住了很久 他们住了这么久 为什么 不是说他住了多少年以后 他就没有追逐期了 那那个经济战犯 他 他 他可是 有够多的钱 在那欠税 可是他 一段时间 好像 听说15年以后 他就 一笔勾销 那你想想看 同样是法律 可是 好像对有钱人 好像比较 好 是不是 然后对这些 很可怜 这些弱势的人 反而 资诸地窖 这是我的 看了这个东西了以后 的一个感想 就是说第一 政府对他们 他 他对政府的信赖 反而让他 现在非常的懊恼 这样子 讲的太多了 这就是我的 看了这个整个 然后 我那天看了以后 我就实在是觉得 很悲惨 我看了他们 这样子 他因为对政府的信赖 他没有说 毅然就走了 他想的政府 一定 一定 会 好好的 大有为的政府 一定会 好好地照顾他 而且他们本来是 带他反攻大陆的 他们本来是公务员 他们不是 那个什么什么 他们本来 法务部的 对呀 法务部的人 对呀 你告诉自己 长官说 没关系 你这边住好了 是吧 老师你知道吗 我讲到这个 我就学沸腾 对呀 这就是我们要 很复杂 对不对 有历史 有 有这个城市的性质 的改变 对 我觉得这两个 说一法形式 一法形式 是不是 compliments 政府怎么会这样 对对对也是 跟一般人傻 的人情亦irl 都不 Staat一点 对对对 可是功能 也好像还是依法 像刚提到 这也是一个奇怪 是说 我们现在政府 掇谷地 某些程度都是 所谓拆污还地 所以很多说 很多鼓器 就被拆掉了 比如说 贡贵局 當時那個華山就是說要拆屋環地 那問題是你環為什麼要把屋拆掉呢 你可以把屋一起環嘛 那再撥給文件會來做 所以那個松菸華山是用這個過程當中 文件會去養才留下來 不然我們今天松菸 從購賣局到國產局就拆掉再環那塊地 不是主管文化這種業務的人 看那些空地來講 看到是將來他還要花拆除費 說不定他還會挨告啊 對他最有利的因素 因為行政院給他一個就是你要清理你沒有用的財產 那你如果不清理就是有問題 所以公務員其實他也面臨到很大的壓力 就像你剛剛提到 他如果要回來上面一堆事情沒解決 等於是砸自己的腳 所以他們就用一個叫財務換地 那問題就也一樣出現 還有沒有從這個華官我想這個